今天啊我们来做一下蜜汁奥尔良鸡翅 首先啊我们把这个鸡翅改花刀 所谓的改花刀啊 其实就是正面背面来两道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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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用水 入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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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改完花朵 进行第二步 腌制 腌制首先我们要确保盆中没有水 如果说会有一些水 一定要把这些水倒出去 首先来一些二凉腌料 这个腌料网上有很多 我们可以上网上寻找一下 如果说你腌制的时间短 那么你就多放一些 如果说你腌制的时间长 那么你就可以少放一些 剪一粒可以来一些 烧口料来一些 盐少许 蜂蜜来两勺 蜂蜜来一勺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抓匀 当然了喜欢吃糖呢 你也可以来点棉白糖 好 好 就这个样子浸泡半个小时 下一步 我们把腌好的这个鸡肉 倒油 和小火炸一下 煎一下 和小火煎一下 下一步 下一步啊 我们起锅烧油 小火 然后把鸡翅放里煎一下 好 这一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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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 好 好 yok 首先加水 我們在蒡米 食材料 切成蒸泡 用蒸泡 骨頭 蒸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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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雨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煎至表面金黄 稍微煎至少 煎至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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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冰箱 当煎的这种微黄啊 把之前的倒回去 然后把之前废料上的汤 也都一起下泥 尽量让这个鸡肉的肉音这一面朝向 让这个皮容易糊锅 让它朝上 如果感觉水少的话 可以适量添入清水 炖个五到十分钟 炖个五到十分钟 然后把鸡身热熟就可以了 炖个五到十分钟 鸡肉 肌肉一定要炖熟 我们在外面看很多啊 吃起来特别嫩的鸡肉啊 其实有一些它根本都没熟啊 甚至会看到有红血丝啊 这个我感觉没必要啊 为了肉质嫩一些 然后生熟都都没有弄清楚 我感觉这个实在没必要 一定要做熟 我看大概炖到这个样子 就可以拆一段大火熟干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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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有糖的缘故和蜂蜜的缘故 所以说边上稍微有一点正常的 不用太担心 因为之前有煎过的缘故啊 所以说这个鸡肉的皮啊 形成了一层像油炸实的耳骨膜一样 所以说你在炖完以后 在收汤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破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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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趴枝浓稠到这个程度 可以稍微的调一下火了 蜂蜜鸡翅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已经可以出锅了 我们可以稍微留一些汤汁用来泡骨饭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